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此剧烈的疼痛 声泪俱下甚至身体静完 上肢瘫痪 俗话说食指连心 因为人的指尖有丰富的感觉神经末梢 一旦手指受伤 会让人疼得难以忍受 据西方历史学家考证 母指家最早起源于旧的俄罗斯军队 军官使用他惩罚行为不端的士兵 在16世纪 一名苏格兰人将其带回西欧 迅速在西方流行起来 展开 全文图 母指家示意图母指家 成为国王 领主 宗教裁判所和奴隶主的罪爱 因为比起其他残酷刑具 这种装置小巧简单 乡村铁匠都能复制 且便于携带 而且处形效果出奇的好 图 中世纪形形色色的母指家欧洲的中世纪 是人类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宗教所对付义端分子非常残酷 发明了各种匪夷所思的酷刑 母指家是最常用的一种 常用于折磨所谓巫术师 图 宗教裁判所用母指家折磨义端 在16至19世纪的大西洋奴隶贸易期间 奴隶主也用这个酷刑装置对付逃跑的黑奴 不是加手指 而是加大脚指 因为人的大脚指有助于保持平衡 人走路时 两个大脚指要承受脚掌所有重量的40% 压碎逃跑黑奴的大脚指 一是惩罚 二是使奴隶更难逃跑 图 折磨黑奴的脚母指 加在折磨人的酷刑方面 东西方殊途同归 中国古代也有类似母指家的酷刑 叫扎刑 实行时 用扎子套入手指 再用力紧收 唐宋明清各代 官府对女犯惯用此逼供 图 影视剧里的扎刑至于近现代的竹签叉指甲 老虎前家手指 都是在手指上做文章 以最小成本达到逼供和折磨的目的 昆虫打架 用头撞 用脚踢 哺乳动物打架 用脚顶 用着脑 只有最高等物种的人类 在折磨同类时 花量最多 想象力最发达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